还有看到的是偏光版大厂 奇美财跟明基财 第一季的营运表现平稳 营收衰退的幅度会在10个百分点以内 不过第二季展望却是相对保守 营收反弹的幅度也大约只有在10%的水准 8215的明基财三月份营收13.09亿元 是第一季的单月的营收的高点了 月增有6.3% 但是比起去年同期 我们可以透过最右边的黄色的柱状体 相对较高的之下 可以看到是年减7.3% 而股价昨天小跌了0.52% 日K连五黑 盘中再见到今年的新低点 邦林标出来的28.7 而属于明基友达集团的明基财 我们看到以红色线条所代表的大股东的持股 目前还在60%左右 相对是比较低档的水位 在大股东没有明显回补的意愿之下 明基财的股价似乎也很难 立即看到止跌回升 而4960的奇美财 三月份的营收 11亿3937万元 月增有25.48% 但是看到最右边的黄色柱状体 比起最新的这根的蓝色柱状体是明显的超过很多 可以看到年增率是出现衰退的26.53个百分点 属于群众体系的奇美财 大股东的持股还在往下的减少 看到红色的线条往下的递减 这当中来到近一年来的低点了 同样的在大股东转卖为买之前 股价似乎也很难有太大的表现 而奇美财既前天失守了咖啡色这条半年线之后 在昨天又小跌了0.31% 而最后看到的是光学模3666的光耀 光耀三月份的营收1674万元 比起前一根的黄色柱状体是出现了月增48.85% 但是比起最右边的黄色柱状体是明显缩小 年增是负的21.08个百分点 我帮你更正一下 比起前一根的蓝色柱状体 可以看出是月增率有明显的增长 而去年12月4号才刚以39块钱挂牌的光耀呢 除了挂牌当月涨了超过4成6之外 接下来每个月都是下跌下跌 那么尤其今年一月份呢 跌掉了10.88% 我们从红色线条所代表的大股东的持股呢 可以看到这一口气呢 掉了将近10个百分点 但是蓝色线条所代表的这个股东的人数呢 却从原先919人的暴增 到了最新是2574人 筹码从大户流向一般投资人呢 也使得股价频频的创下了挂牌新低 到了前天4月20号盘中低点 见到了39.95元呢 逼近了挂牌价39块钱 而股价在昨天呢 就出现了超过 前天超过了5%的反弹 昨天再收涨了2.56% 不过呢 从盘中高点碰到了绿色这条月线之后 就留下了上影线呢 也呼应了大股东或是法人 在明显进场之前呢 股价也似乎是以短线反弹来试之的 另外